古今尊爱 酒色才戏 星星短马 爱恒情愁 西城故事 主持 沈西城 莫玉文 好了 各位粉丝 晚安了 应该是晚上播出 这次的西城故事 这次就有点特别的 在第二节的时候 我们的channel 会参加过一篇文章 都是近日写的 以后暂时来说 都会有这个安排 第二节的时候 由这个非常高水平的 报道员读过一篇文章 千多次而已 希望你们不会听得闷 接着我略为解释一下 希望各位粉丝会支持我们 好吗 会支持沈大哥 今天 莫公子每天早上 如果要聊天的时候 早上11点 会跟我联络 今天说什么 莫公子有很多东西 这个人非常有心 心地非常善良 但是他有些问题 比较敏感 我们要小心 不要为我们自己惹祸 现在到当今的时势 给大家知道 是非常之紧张 我们看不到 到底将来的形势 会发展成如何 没有人猜到的 就算包括我们 比卡超哥哥 PK等哥哥 他们不知道 他们没有办法估计 所以人人都不知道 所以要伸延 如果要乱说 真是撞板 死了都不知道 那好了 莫公子 你今天想说些什么 儘管说 不过要伸延 OK 那这次就真的很好 因为我就有段时间不在香港了 所以呢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近期才掌握 而且真的发觉到 山中方三日是世上二千年 原来香港的变化真的很大 那话说 是的 真的变化真的很大 因为我之前 就是早几年前 就是很多年前 其实疫情之前 已经是这样的了 那我就有很多朋友 就在尖沙咀 或者在黄埔工作的 那都是那些 说的都是比较基层一些 那他们住呢 都是住回在深圳的 那话说 就是为什么呢 他对于家人方便一些 可能他搭车都不是太久 那澄沙咀 都在一边 一秒钟 但是问题呢 就是家人住的寬鬆很多 就是生活水平呢 就是那个生活质素好很多 那我不知道呢 原来现在 其实是 就算你的那份工是叫做有多好的 那些高级行政人员啊 那些那些呢 其實他們也有一個趨勢 現在是在大陸住的 因為為什麼呢 真是相差很遠 在香港中國的單位 內地 即是住在深圳 深圳或者福田 因為他們那個真是相差很遠 因為他們在香港 更差的 找一個市區的單位住 三房的 都要兩萬多元 兩萬多元很基本的 但是你說如果回到福田 深圳那些 是五六千元搞定的 但是那個 是的 但是相對來說 很多人說 我自己以前不知道 我在想 哇 如果你搭車 搭一個多小時的車 那些人會不會覺得這樣很不舒服呢 搭長途車是不舒服的 不過原來現在不是的 那些人 因為我最近認識都有一些 真是這樣的 正要 是吧 好少少的人 他們原來是 搭高鐵上班的 串成這樣 即是直接去到我們 西九的車站 高鐵 是吧 西九去福田是14分鐘而已 嗯 真的等於說真的14分鐘 但是那個車費呢 喂 二等是74 一等是119 喂 那你來回都是兩塊多水 但是那個 哇 你快得這麼厲害 喂 大哥 你現在在鑽石山 即是你現在在馬鞍山 你出來 都成個小時了 大哥 就 哇 即是他那個時間 更快去 更快去鑽石山 是吧 即是不就是馬鞍山 要去鑽石山 他要去鑽石山 他就由西九去深圳北 都說了18分鐘 多了4分鐘 那麼 二等是多10元 一個一等多多10元 喂 大哥 你怎麼能 你想想香港的租金 你哪有能力上升 你這麼貴 人家幾倍 是吧 我最初以為那些草根比較貪便宜 然後才回大陸住 回大陸消費 原來根本不是 現在你比較 即一比較之下 你香港的居住環境是沒有優勢的 可能你的工作在香港沒有辦法 因為你在香港的工作 那些人工確實是高 高於你內地找一份工作很多 那你之前香港政府說那些什麼優才 很多地產佬 在中介說那些優才 來到香港做事 又令到香港的地產業就好了 因為他們會在那裡租樓買樓什麼 現在看看 其實他們有得選擇的 他們不一定要在香港住的 大佬 你說貴一點 乘車貴一點去乘普通的火車 如果你說那份工作好一點 你就乘高鐵 又可以 是吧 莫公子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好不好 你講了這麼多話 我聽得很舒服 我想問你 這樣的情形 香港的支出要這麼龐大 原因在哪裏呢 就是因為你租金 深圳 你會發達 它那個高鐵好過你 聽我說莫公子 我就不是賺過病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們這個D100做節目的時候 我和我的老朋友 潘合作的 我們合作得很愉快 那個年代 Wendy 姐 還在世 我們每天做完節目 潘就是坐的士 送到我們去一個站 我們下車去轉車 他又回到他家裡 我們合作得很愉快 我記得在節目那裏 我已經聲勢力氣地說 這個地產霸權 將會將香港含住萬劫不覆的地步 那時是2016、2017年 很多人認為沈大哥 危言聳庭 誤會 地產愈來愈好 發達了 那些買樓的人 就想到 我今天買五百萬的樓 過幾年一千萬 我賺五百萬的樓 都是這樣想的 沈大哥 為何會看到 不是我聰明 因為我沒有樓 我一生人 有兩樣東西 我沒有碰過手的 買樓 買股票 我沒有 我沒有買過 那你說 我蠢 是我蠢 但我早就看到 很多人在地 玩樂器那裏得到甜頭 利欲分心 所以當我們的董伯伯 說八萬五 被人罵得趴著 今天我們反思 董伯伯不是錯的 是我們的既得利益者 要維護他們的利益 為了他們自己一己之私 枉固整個香港的大利益 所以一尾罵到我們董伯伯最後的腳痛 現在幾任的特首 我的朋友討論他 哎呀 大哥 都是我們董伯伯好了 當年我老友記 韓志銘老大哥 他只是義憤田英 他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 甚至是他的出版書 叫老懵董 激到老懵董 現在你想一下 老懵董是不是真的這麼差 答案就不是 是不是 好了 這些不要說 誰有預先看到 我知道不贊成 經常去買樓那種 你買一層樓 自己住 我絕對贊成 但大部份人是買樓來炒的 於是成為了很多人賺錢 發達了這樣 這個是不健康的 在外國有樓住就行了 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這樣的炒風 炒得這麼多人害怕 全世界只有香港 他已經是走入了棋 甚至到瘋狂的時候 人迷失了自己本性 一坐下 你有多少層樓 你沒有樓的 你這麼失敗 我很多朋友 維園我身邊都是你的朋友多 你真是差了 沈世成 沈大哥 你香港 大佬七十年 你沒買過樓 你沒有買過股票 你真是失敗了 我笑一下 喝起吞聲 誰叫人家財大氣粗 你是一個窮作家 有什麼聲音出 是不是 但是現在 我想問一下當年 當著我的臉 不是鬧 諷詞的朋友們 今天你們做如何 敢想 我不是厲害 但是我知道人在這個世界最終目標 就是你能夠有一個安樂和 吃得下飯 生活好 身體健康 已足夠 發不發財 如何賺錢 就是每個人 有每個人的運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這個世界上 香港 有鄭育童先生 一方的豪富 但是你知不知道同宿之為人 是非常厚度 你知不知 跟他一起合作的朋友 沒有一個說同宿不好的 相反有些父母 不敢說 不提名 但是我所聽到的同宿 這個人沒有得談 我為什麼沒有得談 因為我不認同宿 很公道 一件事切下來 分配好了 分錢的時候 是很清清楚楚 無拖無欠 這些就是以前老一代廣東人的厚度之處 廣東人和潮州人不同 富豪 是廣東的厚度多 鄭育童先生是其中一個例子 沒有拖延人 我很少有人聽到同宿不好的 有其他東西多了 為夫不仁 什麼 鄭育童先生 沒有這些東西 我錯 我又不認同宿 我聽同宿的朋友跟我講 說起同宿 舉起手指 清清楚楚的數 譬如你分111 大哥 我又要插插嘴了 因為我和同宿和他弟弟裴叔 就有兩句 他們對香港那個 即是他們的人的性格好 他那時候香港的金業 還不是很規範的 他們周大福就打出他的招牌 說一定要做足金四條狗 令到香港 因為之前那個程式不同 那些消費者對於那些金譜 沒有信心 他一打招牌出來之後 他發明 他發明 是不可以的 他甚至對他們後一代的人 是這麼分次的 人要有本 還有你和他拍檔 是要清楚的 不要有錢吃別人 他不可以的 同宿是這樣 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前兩日的記者 我跟她的老師 選老師 逛中午喝茶 講起 唐叔 他是澳門人 找來的 找來的 選了希尔老師 就會知道 小時候 看到唐叔 認識了唐叔 簡老師今年是九十一,同事比他少大 大家都是因為他周大福 當然我們簡老師跟隨何言 何言那時候在澳門地位高過同宿 澳門皇帝何言,他跟隨他後面 我問老師你憑什麼跟隨何言 我沒有錢,不過我喜歡說話 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學識 他的體相是一流中的一流 所以何言有很多事情請教他 這個人不僅精於上河 還精於倒水,精於跑馬 這麼厲害,是一個奇人 他告訴我,他的老師更厲害 你老師怎麼厲害,不要吹 他說我告訴你,是真的 我相信簡老師說 他說他這個老師在喝茶裡吃的,即是在澳門 聊天,結果那個年輕人很聰明 挺英俊,喜歡他跟我聊 原來他這個老師對上海的研究很精深 當年我們簡老師的人呢 年輕、英俊、家裡的環境不錯 就變成了有些子財傲蜜 看別人的目中一切 就對於你說的那些上體人 他就神神經驚、迷信啊 大哥,我見過很多的江湖術士 他就這樣,有一次呢 他就帶那個老師,師公就帶他 簡老師,逛街 迎面來了一個男人 即是在那裡對人 哇,很大隻,劍步很穩陣 走路如飛 那個老師,師公說,簡仔 我告訴你 這個男人,不出十步,他就跌了 神經,這樣怎麼會跌呢 這樣就拆身而過 不用一秒鐘聽到一聲 那個人就真的跌了在地上 這個時候呢 那家老師就害怕了 你怎麼會知道呢 這樣都不出奇 某日走過新馬路啊 一家米舖 對老師的師公望遠 喂,簡仔 我告訴你 這檔米舖兩個星期之內十可足 真不真啊,你不吹嗎 第八日真是課綜 到了這個時候 簡老師佩佛隆 拜師,針察 營造老師 他全部的項目傳授給他 那他說呢 他呢 有一天呢 他跟那個師公 即是他老師行街 他就碰到啊 鄭如彤 那時候大家老年輕 周大福啊 他跟鄭如彤打招呼 原來彤叔呢 他的語名是誰都不知道 他就不是叫彤 他叫阿B 他語名叫阿B 他說呢 他就說阿B過了 聊幾句 走了 好,彤叔走了 他叫阿檢齊 我告訴你 你這個朋友 將來巨虎 他看到 那時候呢 阿B過 還在他 外福那裏 周大福做事 他說 將來你巨虎 巨到你不相信 他是真不真 結果他現在就串石大王 是吧 精明相學 是有道理的 你知道嗎 他這個相學 那他是真是好 那他的老師跟他說 簡仔 你又聰明很厲害 你貴而不負 即是你是貴 有人幫你 但你不會發財 那我老師 簡老師 將這句話 施工講的話 你傳說給我 阿嬸仔 你貴而不負 我知道我這輩子 都不會發財的了 不要想那些事情 剛剛平平安安 我都講這句話給你聽 以人富貴於否 注定 你的相已經告訴你 有很多人呢 炒樓炒樓 噴一聲 都跌死 但又有人在 所以我整天都覺得 不要貪 知道嗎 有一兩層樓好 我要十幾二十層來炒 所以變成現在這樣 現在呢 自食其果 怎麼 自食其果 享受了一時 有些老人家 嘩 是一個浪來 跌下來 真是幾乎 臨腦不過得了 我朋友當中也有這樣 九七之前 風雲濟會 九七之後幾乎 在大排檔吃飯 跟我說 現在好一點 你生命力強 不生活力強的人 就是空中非人 對不對 人 首先要學一件事 知足 知足者上落 經常跟人比拼 我有多少錢 我飆多少錢 我駕車多少錢 這些通常是 沒有學識之妥 真正大有錢的人 沒有這樣的 我下一拍再說